哈囉大家好,我朋友皮皮 我們今天在紐西蘭 這幾個月可能會在紐西蘭 稍微游個學 然後學學英文 希望可以勝利的展開 哈囉大家好,我朋友皮皮 大家可能有疑惑,為什麼我現在是這個畫面 不是應該高快認識說 我出國了,準備要去柳西蘭遊學嗎 我這次是做長榮的 所以我昨天晚上其實有看一下 他有發報告信給我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應該沒有問題 然後我今天就把東西準備準備 然後準備要出門的時候 我又在跟我朋友聊天 然後他在幫我看班機,然後他跟我說 奇怪,你的班機怎麼好像取消了 我才去看email,然後才看到他 今天早上8點 就現在2點 今天早上8點的時候,才傳一個email說 來機沒有辦法起飛的緣故 所以就班機取消了 然後我剛剛就很慌 因為我都行李 拉行李走到路上了 然後又開始查看怎麼辦 然後最後就是 因為這班飛機是長榮航空賣的 但是最負責營運的是紐蝦航空 所以紐蝦航空就已經把這些乘客 轉交給其他班機 等一下不要準備去機場 好怕的話不容易,掰掰 好吧 我們終於進來了 好不容易趕上 弄了半天 終於在今天還是坐上了飛機 不過 因為我們現在這班飛機是 我原本是紙飛 然後現在變成 要到 Breezeburn 轉機 所以他會變得有點 那邊有點久 就是原本是 晚上6點飛 然後明天早上9點就到 然後現在變成 晚上11點 515飛 然後隔天晚上6點才到 那就這樣 那本來今天的飛機是在長榮定 然後紐蝦航空飛的 飛機 但是因為剛說臨時取消 所以改成華航的飛機飛 那華航今天搭的是 A350-900飛機 是一台我覺得很新的飛機 那我們是半夜11點55分上的飛機 所以很快 飛機飛了一段時間 平穩了之後 我們就開始吃第一餐 第一餐我選的是 茄子義大利麵 我覺得麵很難吃 就是我不喜歡吃這種寬的麵 不過麵包蠻好吃的 麵包它是 那種小餐包 然後外面比較酥 然後中間很軟的那種餐包 蠻好吃的 因為想說 等一下要睡覺了 所以我就跟他要了紅酒 然後紅酒給的非常多 大概給了 六七分滿吧 也就是那種杯子 然後還有附一瓶小瓶的水 跟一個沙拉 跟一個水果 這樣子 那差不多結束之後 開始在玩這個螢幕 剛有的電影都有 然後一些短片啊 你上飛機他會給你一副專用的 拋棄式的耳機 我覺得音質還不錯 降噪的效果也還蠻不錯的 看完第一部電影之後 就準備要睡覺了 睡覺起來 就差不多是吃那個早餐的時候 早餐也是蠻多可以選的 那我選了 馬鈴薯 跟炸雞柳條 跟豆子 然後一樣是有小餐包跟水果 跟一碗優格 這一個我就覺得蠻好吃的 這個除了雞柳條 吃起來軟軟爛爛的之外 它的炒蛋啊 跟馬鈴薯都蠻好吃的 不過我最喜歡的還是小餐包啦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你們用叉子 把小餐包搓成幾個洞之後 反過來 直接把它擠出來 就可以擠出很漂亮的奶油 你就不用用刀子刮來刮去 吃完這頓早餐之後 我們差不多就降落到布里斯本 那布里斯本的天氣就非常非常的好 好吧 那現在我們就在布里斯本等轉機 第一次來到澳洲 雖然直接轉個機連入境都沒有入境 但是還是覺得 很有趣 而且澳洲的天氣超舒服 現在大概這邊二十度 然後 天氣超級好 在休息了兩個多小時之後 我們就開始準備要轉機去 紐西蘭 大概兩個半小時 那一扇飛機也是直接來一餐 我聽別人說就是這一段的航程的餐會比較好吃 比台灣飛到布里斯本的好吃 那我這一段是選的是燉牛肉 這燉牛肉蠻好吃的 但是旁邊這個馬鈴薯就不重要 旁邊也是有附上水果 西瓜哈密瓜跟蘋果吧 我已經不太記得了 西瓜很甜 我蠻喜歡吃西瓜 就是我這次搭的這輛飛機 它的腳放腳的空間非常的寬裕 就是我178公分 我腳放下去有兩個拳頭的距離 還有一個動作是我覺得很難可以做到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腳折上來 往上折 折到上面來伸展一下 這個動作是可以做到的 你不會撞到任何的東西 差不多 吃完飯到處東摸摸西摸摸 看個日落之後 我們就準備要降落到奧克蘭了 我們現在來到奧克蘭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買SIM卡 就是大家都說 就是在出關之前買會比較便宜 然後你出關之後就會變軌 所以我要在這邊買 好 好 我要這個 是嗎 我可以放在那裡 好 好 那是你的號碼 好 謝謝 謝謝 好 不過最後還是順利的到沒有下來呢 只是我原本打算早上九點半到 然後我可以搭公車去到 它沒有頓 但是現在因為改班機的緣故 所以我知道現在到現在已經六點了 現在要等晚一點 可能九點半或是十點 就是才會有朋友來接我 然後我本來想找一個坐的地方 然後結果發現它一樓完全沒有座調 所以我感覺很小 感覺不知道是我走錯路還是 沒有走到對的地方 就是 就很少座位 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這樣 因為 這個緣故我已經超久沒有洗澡 可能超久沒有休息了 我禮拜四十二點出門了 然後現在這邊的時間十點 換算下來大概台灣在八點 所以我大概已經二十幾個小時 都在外面 出國遊學的第一期 有學 還沒有學到任何的東西 就已經開完一期了 好啦 那今天差不多就這樣 之後 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再跟大家分享 好吧 那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瘋啤啤啤 下次見 拜拜